台湾比较少吃到的路人 根本是他十年来第一次尝试把米饭发入饭和菜 目前为止这道应该是我最喜欢 主大王 我希望就是那些主族平常还要很生气 那下面这一站非常的五彩迷恨 我们来到了是很热情的南美洲西部 第五是Dulima 那这间餐厅呢 它是高居世界排名第四名的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 它的主厨Varhiliama 今年跟我们的Chef有过很多次了很多 16年他也有来过台北一起去把餐厅 那因为例如这个国家呢 它是很狭窗型的国家 所以这个主厨它就很擅长 用不同的海拔尾住去做菜 那你吃它的菜就有一种上山下海的餐厅 它的调味非常的大胆 用到了山上的枯萎 对有酪梨还有南瓜 去做什么espuma 黑命的泡泡 然后也有海岸鲜的鲜甜 有甜虾 虾可熬成的高汤 跟这上面新鲜的海胆 还有我们现在的南瓜片 里面就很像一个成小吃 太新在里面 他们吃的时候帮我用乳汤吃油下往上 因为把所有的食材都一直吃到 它说要油下往上 全部的精华都要吃 它是浓汤 有虾子 浓浓的南瓜 里面 里面有酪梨 酪梨 酪梨蛮多的 南瓜酱甜甜 我觉得不太像汤耶 因为它已经是很浓稠的状态 像酱啊 嗯 像酱啊 嗯 嗯 超好吃的 而且它里面海鲜好像还有什么 扇贝罗 它有虾子 海胆 我很喜欢这道 海鲜控味很喜欢 目前为止这道应该是我最喜欢 然后再也就是这个 嗯 现在的话呢 非常经典 波州类产区的Chardonnay 19年的Vaja Classic 那本身的话呢 经典的部分在于 它有经过香菩桶的食调 所以会有菩桶带给它的奶油赏气 所以闻起来的清香之外 你喝下去它在舌头上的油脂感也特别柔顺 所以呢 你不小心会喝很多 好了 它本身的话用它来搭配下一道 只日式风格的炖饭料理 只配一道菜 你待会可以直接吃饭 嗯 那下面这一站呢 我们要来到的是 台湾人很喜欢去的 日本东京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 麦克松市 那麦克松它其实是一个法文的衣服 它是指的是它有气泡 在往上奔成流传的样子 所以这个餐厅 很想带给大家 就是一种很期待 然后很振奋的感觉 那它的主题呢 叫Shinobu Namai 它今年刚拿下米其林三星 在日本要做法国菜 所以拿下米其林三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而且呢 它这次准备的这一道 更是它十年来 第一次尝试把米其林三星 放入法国菜 对 它想要打破大家对于法国菜 不可以出现米粉的这个刻板印象 因为它觉得任何地方的食材 都应该要被收到收拾 所以呢 它就使用了来自仙台的日本大米 然后我们把米加入了帕马森起司 和昆布下去炖煮 之后呢 上面配上了输回四小时的鲍鱼片 然后还有新鲜鲜片的松露 跟白衣服 那比较特别是上面这个橘色一小盔子 那是我们用洋葱米 还有干杯泡过的水 去做成的高汤 再做成的小部分 整款鱼饭吃起来是非常细致的样 这是它的鲍鱼 我觉得鲍鱼不管哪都好吃 米饭的话我刚刚有吃了几口 我觉得蛮香的 而且日本米果啊就是好吃 嗯 它说要搭这个鱼 还是没有用过生蚝的那种搭感 生蚝啊对啦 嗯 如果它是做成就是一整个顿饭的话 那种饭会完全弄 下一代呢 是没有在菜单里面的 应该是姜竹竹特别准备了 然后我们回到了台湾的这片土色 但是料理还没有开始哦 所以等我一下 然后当我抵上这个辣椒的时候呢 才代表料理要即将开始 这个的话呢是姜竹竹竹特别准备的 然后他很喜欢去迪化街找鱼干 然后还看到那个迪化街的店家的顾眼上呢 总是有很多那个鱼籽在收成 然后就让他想到了他几年前呢 去了西班牙 然后南法 甚至到希腊 他们都有吃鱼籽的习惯 但他们是会在外面裹一层白辣 然后让他组织空气 把精华煮在里面 然后放越久就越吃越香 跟我们台湾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就想到了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运用在其他的食材之上 那毕竟姜竹竹他是一位 法国料理的大厨 所以呢他特别擅长使用法国食材 所以让他想到了最经典奢华的鸭干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哦 然后他是外面裹了一层蜜辣 对蜜辣的话就是旁边的这个 蜂蜜取出来之后的这个辣呢 去融化 就会变成是外面的这一层 然后呢姜竹竹竹是11月12号的时候 是熟成今天 要到12月10号才可以品尝 大概会熟成二到三周 对然后刚才有讲到就是 当然就是精华一定是死在里面 还有他的油脂也包覆 像我们平常外面吃鸭干 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锅子很厉害 因为他的油脂已经释放出去 但是他就有这样的方式 油脂全部包覆 然后口感更细致 然后因为精博熟成嘛 所以他的那个鸭干很特别 会带有蜂蜜的甜 然后跟香气 没有加任何的糖哦 就是很天然静的香气 所以很多客人他不太吃鸭干 吃完呢他都非常的惊艳 然后已经把你们切出来 然后在你们眼前了 所以等一下这个蜜蜡外面这层的话呢 把它铺开 是里面的鸭干 然后接下来呢 会帮你们泡上一杯肉汁 我一下要帮你们介绍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合作了第三年的 泰兰茶叶 它是来自南陀路 对 然后这个茶叶呢 它很特别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 呃 不是专门在制茶的 他们是理工科背景的科学家 然后因为 呃 爱茶直加班到南陀路 然后他们利用他们的优势 就是理工科 所以自己打造独一无二的机器 然后凸显出每一款茶的风格 然后跟个性化 所以这款的话呢 是他们花了五年的时间 是零零八三十五五 它其实就是因为 它的茶叶的颜色 像夕阳一样金红色很漂亮 所以有这个名字 然后它其实套时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它必须要手工采摘 一星二叶 然后确保它的品质 一星二叶就是 呃 一个星牙下面会有两片嫩牙 然后加上他们独有的技术 就是慢速冷冻发酵 就是让它的冷冻的时间拉长 然后让它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把精华锁在茶叶里面 然后保留更多的茶黄纸 所以呢 它是一款像绿茶的红茶 然后会有一点成熟水果 或者像很多人会说 有芒果 然后跟蜜桃的香气 也是一点可以特别品尝 然后这道料理呢 这次也有别于以往 就这样做的呈现 它希望是越简单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希望你们 在搭配法式主持的时候 可以衬托出压干的香气 同时呢 展现茶的风格 我建议你们等一下可以先喝一口茶 它最原始的风味 然后等一下会把你们二字黑虫 就让你的味蕾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呢 要让你们先选择最喜欢的餐刀 因为我们的Chef说 在日本很好的花心料理 都会让客人选择自己喜欢的 所以他想让你们有不一样的经验 这盒刀子呢 它是由我们Chef 认识十几年的一个朋友 叫Holo Naniye 他所设计的 他是跨国的一个刀将艺术家 然后他现在在国际上非常的知名 因为他都是为世界上最好的餐厅去设计餐刀 而且他会依照每一个主厨的不同的个性背景 去设计他不同的质地 那你们可以先依照你们直觉挑选喜欢的 然后再帮你们介绍 中间那一个 我都喜欢特别的 先摔在这边 好 那 我先帮你们把你挑好的家人吃饭 这一把呢 它是来自我们台北肉 就是我们的Chef说 这就是我们肉的一把刀 这边呢 它是磨石子地的材质 然后还有钢筋魂泥土 跟一点点生锈的感觉 因为我们主厨觉得说 一个人的成功啊 它是奠基在很好的基础上面 就像盖房子一样 所以他才用这样一个 钢筋魂泥土 跟磨石子地板的概念去衍生 然后很特别的是 在旁边还有一个用雷射 射上去的台湾地图 然后你可以看到各个县市 对 这就是肉的一把刀 它是来自19年的第一批餐厅 然后主厨是马鲁克里 那这个餐厅 它是位于南大跟意大利的边界 然后主厨本身 它是阿根廷跟意大利籍 所以他觉得身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在 那他就希望它的刀呢 可以是有点摇滚龐克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摸摸看 它刀柄的地方 是用不同的材质的布 去堆叠上去的 嗯 有苏特兰格文 然后有羊嘛 就是要用这样去呈现这个主妇 特别的人格 你为什么会想要选那一把 我觉得最粗碰又原始 哦 对啊 我喜欢这种感觉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选白色的刀 可是白色那材质还是很帅 有点普通吗 对有点普通 我是本来就被它吸引了 因为毕竟我很喜欢特殊花纹的 果然就很特别 摸摸层 你小心哦 想说很多层布堆叠上去 真的 很特别的一把刀 所以要吃牛排了吗 诶 那么接下来这一站我们来到的 就是意大利的美国 然后距离米兰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湖 叫做加尔达湖 那这是加尔达湖 看呢 有一间由旧女泳池 改建成的餐厅 叫Little A.T.Horn 是被我们Shift非常看好的一个厨师 那我们Shift说呢 他这次准备的这道菜也是 干净的恰到好处 他使用到了地中海加尔达湖生产的版 但这种版本 跟我们在台湾吃到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非常的扎实 有点像饼鱼的感觉 然后上面绿色的呢 是结瓜 就是很结瓜的 那么我们意大利人吃海鲜都会配白酒 这边为各位准备的是白葡萄 然后已经吃皮了 用Calamanzi一种很特别的荆棘醋去腌制 然后带出它的酸甜 是一道非常干净轻盈的鱼料 我们这一道又是鱼了 我以为会有牛 我本身蛮喜欢吃结瓜的 但是它这个酱我吃不出来结瓜的味道 可是它的鱼肉 然后这一款是比较厚实一点 而且让它很扎实的那种很厚的鱼肉 感觉里面几乎是没有空间 我觉得真的是有那种鱼介的牛排那种感觉 鱼介 鱼本身是好吃的 但是料理的那种深复感多样性 我还是觉得刚刚的那一个鱼 这个鱼子酱的那一道会比较好吃 但这一道相对有点比较单小一些些 这一道呢是我们今天的主餐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到英国罗多 有吃一个山顶鱼 可以捡很多 那现在我们要回到英国的中部 诺丁汉 然后在那边有一间米其林日系餐厅 Restaurant South Bend 这个餐厅的主持人工夫是工嘴 还有现在在拿下全世界第一名餐厅的 No one two three Renee 他们三个都是在港湖外员工做过的同盟师兄弟 所以才特别邀请大家 那他这次呢 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菜单设计了一个主题的菜 叫义琴 上面这个黑色的 实际就像震雾罗罩在我们之上的这个义琴 有点悲伤 然后让人摸不着头 可是大家可以拿出抽屉里面的叉子 我们把它掀开来 你会发现底下是煮出个条 好 好 进一头旁边的小汉 他把最漂亮的留在里面 这个动作就很像是我们即将拨云见日 然后再重新回到我们的很精彩 五彩兵分的城堡 主持人想要速度这道开戴 大家一起去路过疫情的一个理念 嗯 但同时呢 现在欧洲现在已经进入秋冬了 秋冬是打猎和海独的季节 所以今天这道菜呢它充满秋天的味道 上面黑色的是我们用牛肝脂 还有松露 综合菇汤去做成的一个黑色保鲜 那底下呢 是野味 台湾比较少吃到的鹿肉 那鹿肉我们用三种方式呈现 有炸的 还有煎拌熟的 跟生的 口感非常有层次 然后上面呢 绿色的是韭菜酱 红色是甜菜 而且跟拌在一起 就会变成很好吃的 鹿肉很好 那我们搭配面包一起享用 嗯 好 所以我去美国加州 这位主厨呢 叫Paul Rie Lee 餐厅叫Benny 米其林三颗星 他以前呢 在更有名的餐厅工作 然后后来呢 39岁独立 隔年40岁 拿到第一颗星 之后呢 一年拿一颗星 他只花了四年 就拿到米其林三颗星 非常厉害的主厨 呃 他最厉害的是很会做发酵 他是韩裔的美国人 所以这道菜呢 我们是用牛奶来发酵 展现它不同的层次感 但是为了这道菜呢 我们净好两个东西 一个是美国的牛奶 台湾的牛奶 如此吧 含量不够 做不出这种合感 另外是这个 这个是来自日本的泥梅 大家台湾齁 很常喝一种威士忌 叫泥梅威士忌 会有这个特别的消毒水的味道 可是大家不知道 泥梅回来长的样子 看起来就像泥土 现在闻的没有什么味道 可是当它烧的时候呢 会有特别的烟熏的气息 那么烟熏的气息 就在酱汁里面 以上呢 是焦糖威士忌酱 最后用它炫酱 因为炭香 所以好的炫目齁 用简单的食材 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质质感 吃起来很像Q弹的模式 我们用牛奶下去做发酱 然后用奶油下去做澄清奶油 然后把随医道乳清做奶酪 再咬到底喔 醬汁在旁边那圈黑色的 要配的一起吃 这道甜点本身超奶的 欸你不是害怕奶的的吗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吃啊 真的假的 我一直以为你会很鲜血 不会说都光奶 鲜血都觉得比较浓一点 不管是食材还是調味料 嗯 然后这个酸是香较来说 比较不一样的味道 哦 对啊 因为它是唯一的甜点啊 白痴喔 哈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蛮喜欢的 它本身这道其实真的蛮奶的 超级奶 超乎想象的奶 但是因为它底下这个甜甜的啊 刚好可以中和它很奶的感觉 看起来其实有点像浓缩咖啡 但它其实是乌龙茶 因为我们用了红皮咖啡都有发现红根 那包括冲泡和磨粉 就是跟做真的咖啡人一样 所以它会带一点的巧克力跟咖啡的同味 非常适合它们等一下 最后一道牛奶冰淇淋的甜点 浓茶终于来了齁 听起来就很好吃了 那现在要来到我们今天旅途的最后一站了 现在我们在美国的西岸吃那个 泥梅的酱酱酱 那我们要来到东岸 很昂花的纽约 那边有一间很有名的餐厅 提琴三鲜 Eleven Madison Park 那Eleven是它的门开套门 然后Madison Park是对美的麦迪去供 这间餐厅呢 它们非常的勇敢 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它们选择重新开幕 然后花了15个月的时间 去重新调整料理的方向 因为它们也是同样就是开始 出动环保疫情的对比 所以呢 这间他们15个月经过之后 我们现在变成是Fight Dining 成熟食的Fight Dining 那在这个餐厅很忙碌的筹备期间呢 他们的主持还是一口的接下 我们吃风嘴的邀请 为我们菜单去设计的最后一道甜品 然后要不要边吃边听我介绍 嗯 好啊 那它就是准备的这道甜点呢 它的灵感 实际灵感是来自于它小时候的一个诡异 嗯 它从小在瑞士长大 然后妈妈在学校前 都会断一杯温热的蜂蜜牛奶 在她旁边 陪她聊天 然后讲旁边故事给她 所以她来说就是一个很温暖的蜂蜜牛奶 它只要闻到蜂蜜牛奶的味道 就会想到她的家 那她觉得现在这个疫情比较困难的时候呢 大家就是需要一点点这样温暖的力量再去度过 所以她就把她的蜂蜜牛奶 改变了全新的诠释 变成蜂蜜牛奶冰箱 然后旁边配合了三种不同籍类的冰箱 白色的是牛奶泡泡冰箱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长得有点像蜂巢的蜂巢饼 它有点像台湾吃的那个碰鸟 嗯 有点焦香 然后再来是颜色最深的是蜂蜜饼干 就是配合冰淇淋一起享用的 好 那谢谢两位今天来用餐 嗯!谢谢! 谢谢! 甜甜真的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她那个 搭配她小时候那个故事 你就会觉得别具意义 嗯 真的有温暖的力量 然后她的蜜干比较 有一个这种比较酷一点 嗯 就是综合的比较好 然后真的很酷 就是你看 就是焦香就是焦香 你应该要配茶是不是 对 对 我们的了 很浓的茶 很浓吗 很浓吗 很浓 不是那种 就是好像烘焙 好像很色的茶 很顺 很香 欸我喜欢她的那个蜂蜜牛奶的这个冰淇淋 嗯 不会很甜 但是那个蜂蜜味很香 可是我比较在意这个茶 我也是很想喝 因为我是茶 我喜欢喝濃茶 是Tespresso 欸真的喝起来很像咖啡欸 但它是浓的乌鸣糖 欸我很喜欢欸 对不对 很顺 嗯 超级顺 完全不会顺 好整形 在口中完全不会顺 好好喝喔 我很喜欢这个茶 对于就是爱农茶的 我爱我爱 配面喔 好 这个是我们回到台湾 然后海关就会盖着 有一个回国的感觉 对 这很用心欸 对 然后这上面是今天的日期 嗯哼 哦 然后这里面就是它 我们菜单里的明星片 然后这个是水桃 嗯 嗯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搭配旁边的明星片 嗯 然后就可以使用韵董 靠出去 我们现在要来票选 我们刚才在弱吃的前三名 第三名 最后一道的那个甜点 蜂蜜冰淇淋 哦 我除了它觉得它故事很有意义之外呢 味道也很符合 那种它想要带给我们温暖的感觉 哦 第二名是那一个 英国主厨客串日本的那一道 薯片啊跟它的生鱼片 还有它的酱料 我觉得是绝美搭配 第一名呢 它是唯一我今天吃完 是很想再去一次的 嗯 就是那个南瓜海鲜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南瓜海鲜 而且它的海鲜是真的很鲜 然后南瓜酪梨什么的都调得很刚好 我就印象很深 因为它是秘鲁那边的主厨嘛 嗯 所以它想带给我们 就是它国家那种 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有感受到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弱的前三名 第三名两个鱼 我觉得都可以 哦 哪两个鱼 我们有三个鱼 加薯片的跟你一样 嗯 然后还有那个 鱼子酱那一个 鱼子酱的 然后第二名是 那杯鱼 咦 茶是咧 茶不能算啊 可以啊 你说其他料理都补不上那个茶 我觉得茶很棒啊 真的啊 我觉得茶是真的很棒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料理OK 第一名 是那个 最后一道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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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名 那前面的料理情何以堪 那我就直接带你吃最后一道甜点 所以我就觉得 前面给我的感觉会让 就是南瓜 可能每一个都蛮精彩的 但是夹在一起就是会让人 我知道了 如果今天就是 是舞曲啊 rock 然后什么 最后是来一个书籍曲 然后有点古典 然后有点放松的那种音乐 你会觉得 你比较喜欢那一种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的排程啊 嗯哼哼 刚好最后一道是这个 比较 密砖或者味脸 我希望就是 那些竹竹平常很要生气 因为我觉得都很棒啊 可是他浓烈 他不喜欢浓烈的啊 对对对 他喜欢是比较清新型的爱 没错没错 没错 我希望细水茶 我希望细水茶 热热茶 对不对 我也觉得 那个生蚝味蛮很濃的